如果你没有男朋友的话 就千万不要用这一枝了 知不知 大家好 我是Mira 就是因为我本身实在太喜欢香水了 我自己走了去学香水了 所以现在可以先调香 然后我发现有点好奇 究竟韩国男生是喜欢什么类型的香味呢 所以我就进行了一个调查 分别都问了一些韩国的男士 以及几位女士的 包括我自己 那我总共准备了五种香味 因为我想大家的喜好选择可以分明 所以我选择的这五种香味 全部的风格和味道都是超级不同的 大家闻起来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分别 就是这个The Body Shop的White Mask 这个味道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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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名的 喜欢香水的人应该大部分都有听过 那闻下去的味道你不会觉得很甜 也不会觉得很花 好像隐隐飘来的香味 那闻下去就好像刚刚冲完凉出来 一个很清爽很舒服 是很有安全感的一个味道 然后Musk是舍香的意思 舍香其实是动物的一个排泄物 偏偏这个排泄物很香 所以才被用来做了香水 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味道像肉味 就是我们人体发出来的味道 所以就会觉得很自然 很有安全感 噴了其实你不会觉得那个人是噴了香水 你只会觉得那个人很香 噴了的人立刻会多了一个亲和力 这个就是Demeter 这个是美国牌子 应该是 只不过它刚刚Made in Korea 它这个牌子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应该是过百种 那我选的这个就是Sweet Baby 那因为这个味道呢 是这么多款里面最甜 它闻下去首先是很重的果香 你一打开就是闻到甜 很多水果 但因为这个味道其实都挺大众快 平民一点的品牌都会有这种味 你闻到这个味就觉得 嗯 年纪是比较小一点的 是很颜色 很多花 接着这个呢 就不是香水来的 它这个是噴衣服的一个spray 那因为呢 有很多人都很喜欢蜡蜡蜡蜡 觉得很干净 给人感觉很舒服 很清新 但是这个是女生的想法 不知道男生对于蜡蜡蜡 会有什么的感觉 所以喜欢蜡蜡蜡的女生呢 就记得留意 等一下男生换的一些想法 看上去好像是Jomalong的包装 但是其实它不是 它是一个我在药妆店看到的 韩国的品牌 它的包装是非常之像Jomalong 鼠尾草与海盐 但是噴出来的味道 其实都颇不一样 那这个味道本身比较中性 但是Jomalong的那支海盐呢 它当时的灵感是在英国的海边 噴了Jomalong的那支香水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好像在海边走的时候 会闻到空气中有一些海水的盐味 和一些浪花拍打的一些清新感 然后因为它的味道比较中性 所以其实它有一些木在里面 就会令人联想到 好像在海面上面 有一些飘浮的木 都是比较中性的 我自己就觉得 男生用我会挺欣赏 但是女生用的话 就可能会有一种 女生用了男士香水的感觉 大家应该一定会知道 就是Jomalong的English Pen and Frisia 这个English Pen and Frisia就是2010年的产品 由出的那天开始 它就忽然间占领了Jomalong的 几乎是榜首 Jomalong的香水其实是没有婚男女的 它虽然是属于Fruity香粉家族 它是果香 有很多男士是买来给自己用的 它喷出来首先就是很清甜的果香 给人感觉有活很清新的 然后到Fisia的小瘡栏 花香出来之后 会有些少许粉 你会觉得整个味道是没有那么甜 还有柔和很多的 那接下来就看看韩国欧巴蒙 究竟喜欢哪一类型的香味 Longong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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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书馆学习的时候 Fresh是有两种感觉嘛 Longong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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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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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的那种香味 也有甜甜的味道 但是也有优雅的那种 我比较喜欢成熟的 感觉不小 成熟的时候 成熟的时候 我比较比较比较高 所以我比较比较高 嗯 充匀 嗯嗯 Baby powder的感觉 是呀 Baby powder 好单纯 男朋友第一次来家的时候 正名 第一次来家的时候 你不可以用太强的香水 我都很自然 基本上每年年层都合喷 只是想要出去买个鸡蛋 还是买个菜 我想要喷香水 我就可以喷这个 就是一个很日常的香水 小小姐 香味可以咬 香味 我好像很辣 我好像腿有两个的味道 你好像映一样的味道 有趣味的味道 有甜甜的味道 我好像有趣味的味道 我真的好多了 我昨天很亲爱的 我会很笨,很笨 我也是很喜欢女人 我喜欢的味道 后来一直变得淡一点淡一点 不是我的风格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过度的开朗 过度的火薄的那种小女 只有小女青春感的那种小女 所以你喜欢小女生 年纪小的女生 怎么变成这种结果 这个是超沙拉 感谢你出现到我的青春里 你们走过是这个香味 你肯定是会回头的 你会好奇她的样貌好吗 好 我喜欢的味道 更年轻的味道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我喜欢的味道 你是写甜蜜的味道 甜蜜就是有点爱的感觉 还有初中三年纪 其实比较喜欢甜一点 比较 男生一道都是比较喜欢这个甜 这个清新一点 甜甜的 有一种水果味 哇 很普通的味道 香水界里的基本版 可能是没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香水的时候 会觉得这种不错的感觉 但不会给人有一种很难忘的印象 就是不会回头的这种程度 真的很艺术 这个味道 因为我喜欢的蜜蜜 因为我喜欢蜜蜜的水 但是我喜欢蜜蜜的水 但是我喜欢我的性格 但我喜欢我的性格 但是我喜欢蜜蜜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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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会在健康里的女性 我们讨厂中的女性 我认为现在这个味道不是上学的 只是一份 我是30 我最少30 当兵的时候 大塔卫生吗? 当兵的时候 可是我喝了 对 这个是我们不对努力的味道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最讨厌的 哇 化妆都很浅和 哪里有什么样的 很多故事吗? 嗯 香味非常浅 那个香味 让我感受到自己的 农烟吗? 我感受到很多 香气的感觉是很香 很好的香味 但是 这个香味来用的人 有点不太好 我喜欢的芙香 啊 都不错了 最初喝的时候 很清爽 啊 这个好 你跟你刚才讲的话 完全不一样 现在来到的时候 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很正确的那种感觉 你喜欢成熟 不一样啊 为什么 你刚才又说你喜欢小女生 你现在又喜欢成熟女生 你看 啊 这个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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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韩国人可能不错 你女朋友是用这个味道 然后你抱着叉 你一直闻着 啊 这个是不错的 对啊 就会想起以前那个相机的那个 三一番 这个是我不喜欢的味道 我觉得是柔异的 它油顺剂得来 又有点太浓了 就是 就是 穿好洗好的衣服出来 好香哦 这样子 但我不会觉得是香水 我会觉得是衣服味 哇天啊 你到底用了多少 你才会有这样的味道啊 我没有喊把衣服 所以你还会用到多少 哈哈哈 但我觉得正常男女 应该都不讨厌的 就是闻到这个味道 但你闻不闻一下呢 你会觉得有种厕所味的感觉 嗯 虽然是很香的 香味不错的 挺软的 它是有专业的 日本人跟同样的 但是我会在工作的时候 男人是很年轻的 那你跟我们一起说话吗 我跟我们一起说话吗 其实没有答案 这个是我喜欢的 第一个比较比较 比较老一点 男人跟这香味很漂亮 这个香味很酷 女人的身体有这香味 我觉得是漂亮的 你喜欢吃吗 这个香味 这个香味很酷 是的 不舒服 就像是可以 就像是可以 好的 这个香味很酷 我这个香味很酷 我这个香味很酷 有什么香味的感觉吗 不是男的感觉 很香 这个感觉很流冻 但是女的芋子很亲爱的 如果要回来回来 但是像这样的 但他为什么会用这个香水 这个感觉 这个比中性更流 den的感觉 我不喜欢 因为我自己也用过的香水味道 但如果说得更好的风格 可能有再来 但如果有她的香水 比女的 qued有香水 真的很像男的香水 太咕咕水了 这是我不会喜欢的 嗯 我怎么吃 或者你那晚想跟你男朋友到過一晚 熱情如火的晚上可以嘗嘗 為什麼? 女人味的感覺 就是會有一種好像引誘到男人 會想嘴過來的感覺 好像我覺得很露骨 但絕對不是學生感 就是再成熟一點的那個年齡層 你們本人是覺得不會用嗎? 不會啊 你不覺得嗎? 中間的感覺 我看起來有很多負面的感覺 那你會玩的時候也會說 為什麼? 我會說話很多 基本的,基本的感覺 不像不安心 不像身體的感覺 首先感覺很好的感覺 有些感覺跟有些感覺 比較高級的 所以你比較富有的人嗎? 對,我比較不喜歡 我會說說話不太喜歡 我會說話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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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很長的感覺 很可愛 我跟他一樣 很像是很像 很像是很像 很像這個人 很像是很像 男人 比較喜歡 男人 比較喜歡 比較普遍 女人 比較喜歡 很像 女人 很像 很像 這是 這是 現在 很像 現在 現在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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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色的感覺 很像 很像 花香的感覺 很像 花香的感覺 那種感覺 不太好 有一點蜂蜜 再加一些花香味 聞久了 因為不一樣的味道 對 它變得很快 一開始的話 又覺得好甜喔 喔 現在就變淡了 我覺得這個是 很愛活潑風 就是我們是想認識到朋友的味道 那個女生長頭髮 後剝頭髮 然後散髮的香味 你會幻想到它是穿裙 還要是連身裙 春天的味道 大學生或者剛剛出來做事 如果比2號 5號特別一點 這對我來說 可能有點太淡 我會覺得 這可能兩個小時後 我就想再噴 想說今天我想要做一個淑女 甜甜的感覺 然後就會可以噴這個 如果跟男生說 我會選擇 我第二名次的5號 今天的總結就是 不可以用死一支香水 是要根據不同的情況 用不同的香味 而去吸引不同的對象 目前來說 就是果味是最穩的 所以這個 英國你和這個Sweet Baby 都是挺高分的 因為我以為 男生們都會喜歡這些 若隱若然的味道 結果不是 他們可能比較喜歡 那個香味是比較明顯的味道 因為我們設定那個情境 要決定進不進一步交往 如果把情境設定 是跟女朋友 在家裡的時候 希望女朋友用什麼香水 那個答案 可能又會不同 如果你沒有男朋友的話 千萬不要用這支 知不知道 大部分的男士 都不會說非常喜歡中性 或者比較男士的味道 而這一支 就更加令韓國男士們 勾起不快的回憶 如果是希望跟韓國男生拍拖 或者是你已經有一個韓國男朋友的話 千萬不要用這一支 我之前有聽過另一個說法 就是說 每次去見你的男朋友 或者是準備做你男朋友的那個對象 你每次去見他的時候 都用同一支香味 可以令他加深對你的印象 或者是熟悉感 不是沒有根據的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都是因人而異的 所以 大家要試過才知道 在這裡 祝大家 未有男朋友的話 就 希望快點利用不同的香味 可以 認識男朋友 然後有男朋友的話 就可以 所以 利用香味 更加去令你們的愛情更加美滿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請記得追蹤我IG的話 就可以知道更多我的韓國生活動向 那 謝謝大家收看 Bye White Musk 很多女生都問是什麼香味 但是 男生是一個都沒有男的 男生的臭 是沒有這麼靈敏的 女生經常以為男生很喜歡White Musk的味道 是因為如果男生噴了White Musk這個味道 那些女生就會很喜歡 但是其實在男生的角度來說 White Musk的味道 只不過是一種普通 剛剛沖完涼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約會 真的在一些很決定性的日子裡面 對於他們來說 這種味道是對他們沒有什麼魔力 沒有 我覺得有一種 兩個人去旅行 洗完早餐的那個浴袍 然後有這個味道 然後 到你洗囉 哈哈 哈哈 哈哈